把这些基本的架构跟大家介绍之后 现在呢慢慢的你要会做什么 内容 会做内容的部分 那么内容的部分呢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原本在建立页面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都选那个网页那个版本而已 对不对 其他的还没有用过 所以我们先稍微看一样 事实上在这个网页 这个页面版本里面 网页上是最基本的 好 甚至于 那你可不可以变更版本 可以哦 好你可以 万一我做错的 我可以从这个编辑页面这边 直接来变更版本 好这样是可以的 那 网页的比较没有太多问题 那么所谓的通道 或者说 就算是通道 都一样 就是说 它会类似像右手边 您看到这样 有没有 里面有好几折 对不对 像这样分开 也就是说 有点类似那个最新消息那种感觉 好几折 我希望 同一个网页里面 会列出来 好会列出来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您就可以用 这一种 比如说您看一下 我们回到这边来 有没有一个公告 那这个比如说 我把它设为 所谓的最新消息好了 那么 我放在网页最上层 建立 OK 你有没有发现 这样建好了 好像就我们刚早上用那个网页不一样 因为这里面 好像没有那个编辑器 有没有 没有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你看 因为你是好像一个目录一样 是要新增文章 所以我们就来新增文章 新增文章 好 这个时候就一样的 因为这个就等于 那个 等于那个目录之下的 那个几页面 好 那个目录之下的几页面 所以在这边呢 比如说 老师可能有一个 好 像比如说我们在这边 我找我网页上了 好 这里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好 把它贴下来 其实我以前有写过 另外一篇文章 另外一篇文章 是有一个小单题 也是免费的 那那个可以制定更多 好 接验的图片 所以不算你的空间 对不对 如果你是 那个文章的 那我们就这样 把它加进来 我们来确定看看 好 储存 你看还有一个储存草稿 对不对 好 也就是说你有时候 可能还没有编辑晚的 就先放在里面 好的 这样OK的时候呢 我们回到最新消息 看一下 简单发现多了一天 对不对 那你可以最后天第三天 好 等于说他会在这里面把它新增进来 好 把它新增进来 所以这个部分呢 各位老师 带我这里试看 那么我们在编辑这些内容的时候 老师 我们回到握手里面来 我先问一下老师一件事情 请问您有没有用过一样反面配置 就是这里面有很多 这个老师在用Word的时候 请问是否有曾经用过这些功能 有对不对 网络上难道不能两栏三栏不能分开吗 可以 可是如果你真的要以网页设计角度来讲 你要这样做的时候你要花多少时间 要研究一下那个CSS怎么做 好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里面 要不要不用 你看我再增加一天 好 诶有点到吗 好 现在呢 已经开了新的页面了 您看上面这里 有没有反面配置 好像有点熟悉对不对 嗯 就是一样的 假设你要变两栏的 你把它点一下 有没有发现中间这里就隔开了 这样没错吧 所以你就在左边打完了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的内容来讲 标题 不管它 是 比如说我的图片 我可以放在这边呢 在这里贴上 对不对 然后捡到它 你看看 请小一点 没错 好 我捡到右边 再把内容放进来可以吧 这样是可以的 所以您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呢 就可以让你的广液的编排 可以比较有 多元的一些变化 将进来 好 那如果没有问题 一样把它储存起来 当然它也可以用表格啦 可是我是比较鼓励大家 如果你用表格 真正需要用表格的地方再用 或者你在握着里面做好了再接进来 虽然我们不鼓励 各位老师都从握着里面接过来 不过因为这个激起难改 好 我想握着还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但是您有一个地方要注意一下就是 握着里面的格式 真的没有办法全部都复制过去 第二个是 你用握着复制过去的网页 层次码比较乱 以层次的角度来讲 它是比较乱的 那所以对于网页的选择来说 当然相对也会比较差一点点 也会比较差一点点 那也没有图片 我不是贴过来的吗 我应该刚没有移除掉吧 好 没有关系 那就是类似这样的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板面的配置 可以让您的这个部分再临火一点 那应该大概就清楚了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有一个东西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的 就是如果您用的是网页也好 或者是这个通告都没有关系 但是这边呢 我找一个给老师看一下 您看一下 像这个合果子 我就首页我就改变一下 那这里呢 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 先跟老师再来介绍一下好了 好 我们刚刚做的那些网页是 事实上这个都是比较 内容都比较少一点点 所以你一个页面 两个页面 其实我用选择的还好 可是如果您今天 比如说像您现在看到 我这个计划书 也计三四页五六页以上 请问您要用几个网页去把它完成 您觉得用几个网页完成会比较好 要我拆成几个 以后我要改 实际要分头去改 好像比较麻烦 可是我放在一起 又会造成页面太长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们在Word里面 或者是一般那个装配器 以前在座网页 各位有没有用过一个功能 叫做书签 书签的功能 我们在写作平台上 也有类似的 它叫做什么呢 它叫做目录 目录 不过最好 这个时候您要搭配一个东西 叫做样式 什么叫样式 我问老师一下 请问老师平常在Word 用Word的时候 您如果用那个2003的 那就在左手边 不是有一个标题一 标题二 标题三吗 您平常有没有用过 这样子的方式去设计 很少 如果有的话是最好 因为那是比较标准的做法 那如果老师是习惯这样 这样算起来变大 就这样就算标题了 你如果是习惯这样 这样 你要用那个目录页就比较难用 那您看 如果假设您有这样做的话 我们找一个页面给大家看看 好您看到右手边 你看前面这里是没问题 对不对 你看右手边有没有一个目录 对不对 它会把那个标题列出来 然后我就按一下 前面都直接跳下来 我现在这个还是比较短 好 但是它会往下跳 不往下跳 有点像我们讲的所谓的 那个叫做出现的功能 好 今天页面比较多的时候 就可以像这样 那怎么做呢 我们来稍微尝试看看 比如说您看 我把这个稍微改变一下好了 编辑一下 编辑一下这个页面 那我等一下呢 这里有原油 对不对 我再把比较多的内容把它调进来 好 很好 来 我让它 我把这个原油 我稍微把它往下停一点点 然后 接近来 我现在是有增加其他的 对不对 好 现在把它存档 好 现在你看我按一下原油 有没有跳下来 对不对 比较长得跳下来的 那这个东西如果您要做的话 该怎么做比较好呢 我们一样 我们来建立一个新的页面 我还是做在那个下面就好了 在最新消息下面 各位老师还是要注意一下 最新消息是不会出现在这里的 对不对 因为我们这边已经告诉他 我要自己决定了 好 OK 我来新增文章 好的 我就决定上 那这个地方呢 重点来了 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 觉得蛮熟悉的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格式 对不对 我们在卧里面穿透样式 那今天呢 你就是要会用这个标题 一二大标 四标 小标 你一定要会用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 就会成为什么 目录的一部分 目录的一部分 所以今天我做 你看 制作技术 这就属于大标 有没有 好 现在这一个 好 那我再把它 从多贴几次了 两次 这个 我把它改为一 一 一 这个是 二 好 一样哦 格式是大标 其实你也可以有次标 那它就会 再变成其他的 好 那我再往下 三 OK 那有了这样之后 我们马上回到上面来 在哪里加进来 在这边 您看 插入里面 有没有一个功能叫做目录 嗯 就是这个功能 好 所以 当您的页面很长的时候 就是要用这样的方式 方便什么 浏览 那么您现在看到了 它首先就问您一个问题 好 你要插入目录呢 它会根据什么 你看哦 会 自动依照页面上的文字标题 有没有 所以 为什么我刚才改那个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 所以如果您原本在握的里面 已经有养成习惯这样做的 其实铁键也就会了 就一样的 好 就不用再改 那么 这样的话呢 预设它说 我的宽度是250 那所有阶层 要不要显示 也就是说 你标题123 假设你都有的 全部显示 就全部会变成目录之一 好 像我们在握的里面 做目录那种感觉 所以我现在按 所存 好 进来 但是这样的话会 在最上面 对不对 所以我们呢 如果你需要跟他 人家做采访 你要我靠右边 好 现在呢 我就把它 储存起来 有没有发现 自动抓进来了 简单吧 那为什么 变成11 因为这个 其实本来是项目符号 我刚才按改 实际上 还是没有把那个项目符号的功能改掉 所以他会自动抓 123 这样子 那您大概了解了 所以你看我把它按下去 全面都直接跳下来了 这样会的 那么你会发现说 我这边靠右边好像没有用 对不对 有 有靠右边 可是这个好像没有做文道图 为什么 你看我捡到它 有没有发现文道图有没有打开 这样也没有不一样的 好 所以 了解一下 你可能就会发现说 你用到现在 还是在把你原本做文书编辑的基本功能是要做进来 所以如果您原本对于这个所谓的文书排版 所谓的文书的排版 有比较清楚概念的 你会发现用到这边都一模一样 那我就把画面还给各位 请老师自己来玩看看 所以我们刚刚利用的两个方式 一个叫做反面的配置 您不一定要那么死板 就是一次就一栏 第二个 文章长的时候 适度搭配目录的功能 把你要的主标题 变成所谓的标题 大标次标小标 那自然就可以产生适合的目录 你就完全不用自己再做处理 谢谢